在這一場要陸續出場的貴賓 我們先來介紹一樣 在第一場也在同時出現 兩場都在台上 來跟我們一起來分享的 我們首先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Twitter大中華區的商務總監 藍偉倫 藍總監有請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邀請的是 這個品牌台灣計畫的協同主持人 周俠麗 周處長 麻煩您 好 接下來是三位 今天為了這一場來到我們台上的 先跟各位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拓展研發風力發電業片的 上維企業的代表副總經理 余世文 余副總 歡迎您 歡迎您 好 第二位呢 是將高品質的大型機台 輸出歐美 日本 東南亞等 亞洲國家的東台經濟集團的發言人 嚴陸研發言人 麻煩您 好 再來是自行車鏈條全球第一 也是綠能減碳企業的貴蒙企業的代表 BC事業營業中心的副總經理 吳姓娟 吳副總 麻煩您 來 好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這幾位貴賓 來 吳副總經理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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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我們剛才跟各位一一的介紹了 這幾位貴賓每一位呢 除了周處長還有我們的藍總監之外呢 每一位都代表他們的產業跟企業 在過去這一年來的努力跟發展 那我想這三家的廠商的成就呢 不需要我們在這裡再多說了 但是關鍵是待會呢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透過我們的對談 能夠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他們所面對的問題 跟他們發展到一個階段以後 是不是跟前面那一場一樣 就是說一定會碰到 他們在發展中的各種的一些難題 然後這些難題呢 隨著事業版圖的擴大 包括這個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然後不同的區塊的行銷的策略 有沒有一些新的對策跟方向 那特別在座的三位呢 都是製造業 那製造業的過去跟現在 很明顯的我相信三位都會告訴大家 很不一樣 那光是這三位代表在我們台上 我想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就如果你光看他們的 坐在那裡的架式 你也搞不清楚他們到底是服務業 還是時尚業 還是很潮的行業 表示說什麼呢 我相信從他們的年輕專業的形象上 可以看得出來 的確確是進入到一個新的年代了 好 我們現在就來跟各位來進行 今天我們的第二場的活動 那同樣的我想一開場的時候呢 我們有先跟幾位貴賓詢問過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呢 會先請教貴盟的吳姓娟 吳副總 就他的角度來看 那麼為什麼自行車的鏈條世界第一的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了 在過去呢我們可能會想 這不過是自行車裡面的一個部分 只要你代工做到很好 做到全球很棒 你的毛利率就很高 那為什麼還要發展品牌 而且這個發展品牌看得出來 他們也在說一個故事 告訴大家跟節能減碳 跟整個的一個世界新的價值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先請吳姓娟 吳副總來說一下 他們的品牌的策略跟品牌的故事 來 有請 謝謝主持人 謝謝周處長 藍總監 還有在座各位先進 非常開心今天可以有機會在這裡 與各位分享一下 貴盟公司品牌發展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我想在座各位貴賓啊 我想我沒有把握每一位都聽過貴盟鏈條 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工業型產品的一個公司 那我們公司是在1977年在台灣的台南成立 那跟一般在當時候的傳產一樣 我們其實做的是外銷市場 我們先從美國市場開始進行起 因為美國市場當時是全球自行車最成熟的一個市場 也是最有潛力的市場 那我們從1977年成立之後 在貴盟的發展歷史裡面 其實也有幾個蠻重要的轉類點 1977年的成立 1989年 我們在中國布局的第一個製造點在深圳 那當時呢 我們是自行車的零件業第一個 在中國設製造點的企業 那之後也帶動了很多其他在台灣的自行車零件企業 在中國開始設置生產據點 那在1989年擴展了我們在中國製造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光會用大量生產是不夠的 那因此呢 我們在一直發展到19… 我們在1989年在中國設立點之後 我們至今在中國一共有六個製造據點 然後在台灣維持有兩個生產據點 然後在越南有一個 但是我們一直在發展到1998年的時候 我們突然發現 在當時我們在台灣的一些自行車品牌 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吉安特美利達 幾乎在台灣我們的市佔率是95% 所謂的市佔率 我們指的是在台灣所生產製造的一台車子 它的數量 就是在台灣製造的數量 他們使用的貴蒙鏈條的比重有多少 這是我們在業界所指的市佔率 我們當時在台灣大概有95%的市佔率 在美國市場我們佔有至少90% 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 即便全球我們包含中國還有印度 在全球市場我們的市佔率 在當時有至少70%以上 但是在市佔率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在那時候去突破的問題 就是在業界裡面的所有自行車的製造商 他們非常熟悉KMC貴蒙這個品牌 但並不表示消費者就知道 所以我們一直在1998年 這是貴蒙發展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我們在1998年重新整合了我們在全球海外的通路市場 那時候我才開始去思考 然後執行如何把我的品牌推廣到消費者市場 在1998年的時候我們重新檢視了 我們在包裝方面 在通路方面 在廣告方面 該如何讓消費者看得見 從1998年的品牌經營一直到2000年 我們又發現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突破點 那時候必須要 因為我們公司一直以來在市場上的定位 就是世界第一 什麼叫世界第一 我們一直稱為三綠第一 市佔率第一 利佔率第一 心佔率第一 我們要去發展的就是那個心佔率第一 所以從2000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在檢視 如何達到全球的心佔率第一 而不是只有市佔率第一 那時候我們就發現 要做世界第一 在我們的各方面 無非就是要 我們一直在說 無非就是要做the first or the best 那如何做the first and the best 當然就是舉番 在產品 在服務 在通路 各方面的差異化 所以我們在從2000年那時候 我們的產品 在產品方面 我們做了全球最輕量的鏈條 最耐用的鏈條 也在當時我們開始推行的 全球第一條的黃金鏈條 那我們非常幸運的 在2008年的時候 因為有兩位奧運的金牌選手 跟兩位銀牌選手使用了KMC鏈條 在奧運的自行車比賽裡面 得了很好的成績 就是兩金兩銀 那時候KMC的品牌 其實才真正在海外市場上被看見了 那時候是2008年 後來我發現我們公司在品牌發展 好像逢8就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轉捩點 比如1998、2008 不知道下一個2018 我想我們還要再規劃 另外一個不同的 更上一層樓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在品牌經營 就除了剛剛所提到的 在OEM市場的市占率很高 可是在消費者這個市場 我們該如何去經營 所以因此在那時候 除了在產品的研發方面 我們透過IF還有德國紅點設計獎的設計 讓產品的設計能力 在全球市場地位能夠被肯定之外 我們也在全球推廣了自行車的活動 我們有贊助 然後在一些自行車活動裡面 去教育消費者跟消費者分享 這鏈條它是必須要被保養的 因為畢竟自行車這個行業 是一個長情產業 然後也非常因為很幸運的 因為全球暖化的議題 還有健康環保這各項的議題 所以自行車其實是一個 非常長情的產業 它比較不像IT那樣 淘汰率非常快 新產品推出的速度也相對必須非常快 自行車其實在全球市場的發展 是一個相對的穩定的一個行業 那我們也在那時候開始 也成立了自行車基金會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說 透過去推廣自行車的一些活動 然後贊助海外頂尖車手 還有我們台灣的一些自行車車手 讓KMC這個品牌可以被看見 然後也希望去顛覆這個鏈條 在傳統的消費者心中 黑黑油油的一個工業性產品 如何把它轉換為 它可以是很時尚很自我 它可以是非常美學的 在那時候我們做了這樣子的調整 但是一直這樣子發展 事實上在2012年 我們又遇到了另外一個瓶頸 我們發現這麼多 從公司設立 然後1998年 我們重新去檢視 我們在全球消費者市場的一個品牌經營 那一直到2012年我們發現 我們在經營市場 不管是在通路方面 或是我們的方式 必須要再重新與時俱進 在那時候其實譬如說網路的經營 然後還有消費者 因為消費族群的年輕化 我們怎麼樣去調整我們自己 包含譬如說在廣告方面 我們從傳統的平面廣告 業界裡面的廣告 如何升級到結合網路 讓更多的年輕人 他們可以不出門 就可以看到KMC的一些商品 看到KMC的這個品牌 我們從那時候 就跟Interbrand開始合作 那Interbrand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協助 尤其是Interbrand點請了我們一個 非常創新的思維 他說你所有的行銷 在Interbrand的角度來看 其實還是非常工業化的一個商品 因此他給我們了一個很多的建議 讓我們可以更深刻的去了解 連結B to C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集團的slogan 也在當時從Changlobal link local 就是串聯你我 傳動世界 改為成就專業的感興自選 我們開始調整了我們在品牌的經營方面 然後再更深刻更優化的 把我們這種傳統的工業產品 把它更轉換為是有溫度的 是感性的 是可以Touch到消費者 他心裡面感動的一個成功的商品 以上的一個品牌經營跟各位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吳星娟 吳副總 他最後那兩句話其實非常動人 就是說一個工業的產品怎麼樣 有溫度 有人性 然後有溫暖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下面要跟各位來表達 他們對這個話題的看法 我想同樣的 會一樣也面對的是一個製造業 過去一向也都是以B to B to C 所以很少會直接面對消費者 但為什麼他們這些年來也很努力的 希望能夠在消費者心目中 建立起他們是第一品牌的形象 他們是怎麼樣說這個故事 怎麼樣來傳遞這個內容 然後又怎麼樣來找出他們的策略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東台經濟的發言人 岩璐 岩發言人 有請 好 謝謝主持人 還有卓處長 還有藍總監 還有我的兩位今天的夥伴 還有在座其實應該是說 所有對品牌有興趣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東台經濟集團的發言人 你們叫我露露就好了 沿路其實很好記啦 沿著路走 今天大家就應該記得我的名字了 沿著路走 OK 那接下來我大概用一點時間 讓我老王賣瓜一下 當然要讓我有這個時間 來介紹一下我們家東台 但是在介紹東台之前 我可能會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工具機這個產業 因為畢竟要先了解一間公司 我想先從這個產業 它的型態是怎麼樣 才會去連結到我們公司 為什麼要做接下來的事情 其實工具機在台灣 它是一個 現在其實是出口前 全世界前四大 然後產值是全世界的第一 台灣其實是第六 那目前因為日幣貶值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變成第七名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其實它在台灣 它算是一個 我們講它是一個幕後的推手 因為工具機我不知道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 我想在座可能不是我直接的購物 但可能你們跟我們都有關係 舉凡你們開車 那個裡面的引擎 你的輪胎 或者是你們現在手上拿的 Cell phone的那個金屬殼 甚至你腳上穿的那個 說球鞋好了 球鞋的鞋模 這些都是工具機的客戶 所以其實工具機 它是一個很無所不在的一個產業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如何去決定 我該target是誰是我的重要 我要傳達訊息的人 以及我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就變成後面 我們整個公司的一個發展 那東台今年剛好46歲 那其實東 讓我介紹一下我們家 東台的東西是日本的意思 因為我們的Founder 其實是一個日本人 所以東跟台 它是一個日本加台灣的結合 那在這個工具機產業 其實在整個國家比來看 競爭力最強的是德國 接下來是日本 接下來是台灣 所以東台其實在我們 前發展的前十年 有日本這個血統來說 其實有幫助 因為我們都可以用說 我們有技術 有日本的技術為基底 然後但是我們有台灣的優勢 我們成本 我們夠台性 但是到了大概1980的時候 那時候東台 我們一開始都是在做 我們台灣的這些產業 但是到了1980 我們發現需要跟著世界潮流走 什麼潮流就是工廠在哪裡 其實我的客戶就在哪裡 所以我們去往外走的時候 發現國外的人都不會講東台 因為它是中文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又換了一個名字 叫做TOPPER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公司在外面 也有一些機器貼的是TOPPER的牌子 但是後來聽說TOPPER在英國的諺語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勝優美的字眼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英國代理商 代理了五六年之後真的受不了了 就告訴我們 你們其實真的應該換回來你的名字 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從我們原來的舊廠在湖內 搬到我現在在高雄入科的時候 我們再重新的定調我們家自己的logo跟我們的精神 所以你現在看到我們的東台 那可能後面背板我有看到我們家的logo 它其實是兩個T去組成的 因為東台就是technology跟trust 那裡面都代表了就是一個灰色跟藍色 就代表藍色是代表客戶 那灰色代表東台是一個技術的概念 那在這個T的部分 我們其實微微45度角 是不是很像一個人 那其實就是一個以人為本 就變成我們公司的一個中心思想 那就是這樣子我們請了一個日本的顧問 來幫我們家做了這個整個logo的一個詮釋 還有再重新定調這個CIS之後呢 我們搬了新廠之後就正式用這個logo去做 但是呢做做做做做到2005搬過來的時候呢 那時候其實我們公司大概在2003的時候上市 那在上市之前我們的營業額大概就是在5到10億以下 那到了今年的時候其實達到90億 所以從這個10億到90億這中間其實有很多成長 那這個成長要怎麼來呢 其實你來自於新的產品 你的新 舊的產品或新客戶跟舊客戶 其實我們是因為發現當時呢 我們東台的客戶群喔 大部分全部都是以舊客戶為主 那大概80%的營收來自於舊客戶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需要在成長的時候 你需要找新的來源 那新的來源你就需要新的眼睛看到你 那要看到你的時候呢 你如果只能靠以往舊友的所謂的口耳相傳 這當然是我們社會業非常重要的行銷手法 而這個等一下我可以再後接下來再分享 但是因為呢我如果要接受 我要找到新的客群的時候呢 我是很需要用一些比較現在所謂的 社交媒體或者是說其實社交媒體之前 其實這些所謂的雜誌跟報紙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我們需要讓更多人知道東台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2010年的時候 其實公司才成立一個行銷部 那這個行銷部也才四個人 然後我們公司現在大概整個集團大概1200個人 所以是四個人去做1200個人的這個品牌的branding 但是我不能說因為行銷不成立 我們才開始做品牌 因為品牌其實是一個 它是一個一直都要被持續存在 然後一直持續做不停的行動 去散發一個message 然後讓人家記得你 這樣子才是一個打品牌的過程 所以呢我們家其實是一直到這10年 這近五年多之後開始有一個team在做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就有參加 當然就靠一些獎項啊 或是參加一些獎項 然後參加一些曝光 讓公司的知名度漸漸的打上來 但是接下來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再讓這個品牌 從我們的客群到我的消費者 因為老實說花打品牌馬廣告真的很貴 那基本上呢我們這種傳產 尤其黑手的老闆真的會覺得心裡很痛 都告訴我說你花這100塊 你到底營收增加了多少 然後老實說我還真的答不出來 所以這也是等一下其實 今天本來有問我們說企業的挑戰在哪裡 這待會可以可以分享 到底是怎麼說服老闆 或是說服同仁們來做這件事 說不定這也是底下的貴賓們想知道的 但是回歸回來 其實做品牌都是一個中長期的事 那結果當老闆跟同仁們灌輸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這個事情就會見人被去完成 那莉莉渣渣講了很多 我只能說我們公司的整個品牌的歷程 就是大概有這樣的一個三部曲 那接下來的一個規劃呢 我想等一下再下一個階段再做分享 好 以上謝謝各位 好 感謝 感謝啊 好 感謝東台經濟的發言人 岩路元小姐的非常生動 生動的一個故事的報告 我想連續這樣下來 各位從第一位的自行車的鏈條 到這個大型的工具機 那再到我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這一位呢 是他們是致力於風力發電葉片材料的 一個研發的上委企業的副總經理 余世文 余副總 我們有請 那個主持人 周處長 還有各位夥伴 還有各位的朋友 你們好 我到這邊呢 其實會滿惶恐的 我跟佩服呢 主辦單位有這勇氣呢 找我們過來 因為我們是一個說實在是一個很傳統的公司 我們的公司呢必須要介紹一下我們在南投 南投是台灣一個最不靠海的地方 離天龍國呢 所謂天龍國是應該相當遠的 所以對於品牌行銷呢 我們是想得多 但是呢 實際上呢 技術 人才 經驗都不足的優遇 所以這為什麼呢 我們需要輔導 我們本來說自己做 然後呢 所以感謝呢 必須感謝經濟部 有這個機會呢 讓我們能夠接受這種的輔導 首先呢 我發呆覺得說 品牌呢 就我的認知呢 並不是一個公司名 或者是一個logo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你這個品牌代表的後面是 到底是怎麼樣的產業 或者怎麼樣的技術 那我們公司很特別 我們是做那個 從材料起家的 我們的材料呢 基本上是用在 所有的環保 還有新人員部分的 那我今天聽到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品牌個性化 那我們覺得 我們到底還有這種特性 因為我們本身呢 都一直在專注在 環保跟新人員的領域 在這領域呢 我們一直都沒有 想到別的地方去 很專注在這個領域做經營 那本身呢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呢 真的是一個品牌 一個就一個logo 沒有這個預算 也沒這樣的人才 我們基本上想要 因為我們的行業 個性的需要 我們必須走自己的品牌 我們從開始創業以後 就決定要用自己的logo走出去 而不是做代工的 這是我們可能跟一般台灣的 比較不一樣的 那也是基於我們的產品的需要 我們用在環保方面的材料 所以必須要有信賴度 如果你不走自己的品牌 是沒有時間的累積呢 是走不出自己的一條路的 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說 剛開始大家都不知道你的時候 我們的一些讓市場開業界的 一個小技巧或小策略 第一個部分都是要把自己的 本身的產品做到極致 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跟品質 讓這個部分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沒有這樣 就像兩位一起來的有緣夥伴 他們就是要把自己的產品 或者以工業產品來講 沒有做到跟人家不一樣 或者做到有競爭力 沒有人知道消費者是不可能採用 不採用的時候 沒有這些基本條件的時候 你是擴散不出去的 這是第一點 那用什麼方式呢 第一個先把地址本身的能力 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所有的研發 包括所有的系統 都是包括專利的布局 我們是自己 都自己來掌握在這個部分 那第二點就是 有策略的去爭取曝光 爭取曝光 那包括什麼呢 我們應該從我們自己台灣 中華民國的所有的獎項 我們應該在品質啊 或者技術方面能夠爭取的 能夠去參加的 包括國家品質獎最大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想辦法去爭取 藉由這樣 至少你要到外面 外國或去參展的時候呢 有一個第三者的認證 來讓你的客戶至少認識你 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進一步才有辦法往下談 這個是我們剛開始沒有名 沒有人 沒有其他的方式的縱向 讓我們自己想出來一個策略 那當然這次經過胡島呢 我們現在遇到一些困難 幾年來 我們的成長呢 我們是從1992年開始創立的 那直到有點品牌的知名度 我所謂的應該是2005年的事 其中呢就是在類似客戶的口口相傳 然後壓著法水的方式呢 慢慢把這個 那個 也就是說所謂的一點品牌的效應 累積起來 再分享一個部分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要那個市場確實是有限 我們跨到大陸去 然後從大陸再長回來 這整個讓我們的獲利 包括營業額成長得相當的大 所以呢 我們就是說 再怎麼樣 如果我們自己的技術能力都夠的時候 不要放棄走自己本身品牌這條路 謝謝 感謝 感謝余副總 三位這樣一路談下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都有一個很精準的核心的價值 他們的技術大概都是沒話說了 那這也是台灣的製造業最厲害的地方 那第二個問題才是 那怎麼樣走出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想我們這邊就先請這個 推特大中華區的總監 這個藍總監來幫我們做一點分析了 就只有你的角度來看 他們三位所代表的產業都努力的希望建立品牌 努力的希望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他們的一個非常鞏固的地位 但是他們有一個優勢 他們技術都沒有話說 都聽得出來他們都是數一數二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從你的角度來看 他們有機會結合大數據 結合互聯網 然後發展出自己的一個新的品牌的定位嗎 好的 謝謝 其實我雖然現在在網路公司上班 不過其實我跟台灣的製造業是有淵遠的 怎麼說呢 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在豐田通商 日商的貿易公司 所以其實我剛也跟夥伴們分享了 其實我也買賣過東台的加工機 然後我還賣過風力發電機 台電賬兵工業區有23台風力區 是我13年前賣的 所以這個產業還是有一點理解 那既然現在互聯網產業 其實陳如剛主持人提到 其實台灣的製造能力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們的說故事能力是比較弱的 那怎麼樣利用這個數位媒體來說你的故事呢 其實我剛在主題演講也提到過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 我們叫Calendar 看一個形勢力 明年幾月幾號有B2B商展 有什麼Computex 有什麼世貿也有 加工機展覽 或是在丹麥哪裡會有一些風力發電展 我們都知道 那全世界的相關業者會討論這些事情 那你能不能在社交媒體上面 加入他們討論 讓他們原來我們也有出展台 我們也有一些特別的發表 會在這些重要的日期跟大家做宣布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個公開的資訊 那能不能利用這些重要的 我們說Calendar的Moment 然後去加入這個討論 增加我們的曝光度 對 然後其實我剛一開始的主題演講 也提到了數位存在感 其實我們現在B2B 我們要靠業務 我們要去跑展覽會 其實一般坐在電腦前面的採購人員 他做第一件事是什麼 上網搜尋嗎 可能Google打了譬如說加工機 那你的產品會不會在第一頁就出現了 這是需要很多數位的優化 去做你的網頁的調整 才有辦法把你的曝光度提到最高 因為這是最自然的最直接的 免費獲得曝光度跟廠商接觸的管道 然後其實剛剛特別在那個桂萌 我們這邊提到很多很酷的技術 譬如說最輕的鏈條 然後最強韌的鏈條 然後有非常多很有趣的fact 數據 數字 但其實我覺得在一個 目前這個行動網路的產業裡面 其實可以用一個多媒體的方式呈現 當然這不只是鏈條 譬如說這個鏈條到底有多輕 把它放在一個天平上面比雞蛋還輕 或者說你放在一個快轉的影片 你的鏈條轉了兩億次才斷掉 可是你的競爭對手轉了兩圈就斷了 表示你的品牌特別好 你可以開一個YouTube頻道 頻道就叫KMC 然後除了這個B2B的訴求之外 還能做B2C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我們贊助了自行車手 是奧運金牌得主 明年奧運又來了 你可以請他來做一些生活的小嘗試 譬如說我常常騎車 可是我很遜擾 我烙鏈我不會修 所以我很想去上網查 烙鏈怎麼修 如果說你一個奧運車手告訴你 其實烙鏈就這樣子弄上去 然後怎麼樣手還不會弄髒 然後或者說你怎麼樣在家裡DIY 把鏈條剪短 讓這個變速更順暢等等 都可以放在一些網路上的 一些小影片小視頻讓他們看 然後增加 雖然是跟品牌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要看到就提高你對這個品牌的認知度 對 所以像其實包括風力發電也是一樣 我們可能都有些小的小知識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的 可能不見得有些人的關係 我可能想知道風力發電那片葉子 有多長有多重 其實這個是哪裡厲害 有哪些專利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都可以用一些網路的幽默風趣的方式 用影片的方式多媒體的方式 來告訴他說原來有這麼多好玩的事情 加工機也是一樣 我們都知道加工機是關在那個箱子裡面 然後弄弄東西就出來了 可能可以你看這個零件 只有我們動臺的機器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我放在網路上給大家看 你看就是這麼做的 只有我們做得出來 其實大家搜尋Google 應該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搜尋的時候有影片的話 會在第一排 所以說如果你們把你們的產品 或服務最好最酷的地方 來做成影片 那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 免費的曝光的管道 有時候我常常覺得 其實我是學社會科學的人 所以我有時候會常在想 就是有時候一個社會的新的價值 當它開始在出現的時候 對於一些廠商或產品 或者服務的業者來講 它如果能夠抓得到那個訊息 它其實很快就會改變 自己的形象 對 比如說女性撐起半邊天 那工具機有沒有機會 當然是有可能 對不對 女性的形象 女性的特質 那鏈條就像剛才昨天講的 對不對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講 說他看過一個汽車廣告 他覺得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個汽車開了半路壞了 那個開車的男的完全沒辦法 可是就看到旁邊漂亮的女生 把裙子上衣一脫 裙子一晚 拿一個墊子一墊就鑽到底下 出來後告訴他說裡面什麼釘掉了 那你看看他就把那個汽車的形象 跟一個現在的女生的這種能幹的形象 結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包括環保 包括兩性 對不對 包括一個新的社會價值 它都可能跟不同的產品跟服務 是可以全新做結合 那特別是跟製造業做結合的話 那可能是更有創意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周小儀 周處長 同樣的 從過去這幾年來的 輔導的方向來看的話 對於製造業這一塊 那我們周小的這個名詞 現在也很流行 對不對 製造服務化 但是要怎麼做 怎麼樣子能夠抓到這個訊息 才能夠建立他一個品牌的新的形象 你有什麼建議 謝謝主持人 這個陳如剛才第一場的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消費者的品牌要做 相對來講是比工業的品牌 來得容易多了 因為消費者品牌 是我們日常生活 平時都可以接觸的到的 吃啊喝啊用啊住啊都可以 十一住行都可以碰得到 可是工業品牌呢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比較強的 不是品牌強 而是工業製造的那一塊比較強 所以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ICT 或者是說自行車這些製造業 我們的零組件的方面 其實是非常的強 可是零組件呢一般大家只有看到成品 譬如說自行車 我們可以看到Giant跟美利達 可是在這個零件的部分呢 大家就比較看不到說 這個汽車的 或者這個自行車的零件 是來自於哪裡 所以我們在探討說 這個品牌的定位跟主張 其實就是要符合企業的願景 還有就是它的發展方向 同時呢我們要滿足客戶 還有我們的終端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所謂的客戶B2B的話 其實我們的B2B 以鏈條來講 它的客戶是自行車的組裝者 那他們比較沒有辦法 去直接去跟消費者對談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做製造業的 把我們台灣的這個強項 把它凸顯出來呢 所以過去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以製造業工業來講的工業產品 或者零組件這些要做這個品牌的話 過去我們是說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生產很棒的什麼零組件 這個零組件呢 我們有多少專利 然後這個零組件的功能有多強 等等之類的 那過去是這種思考 可是未來如果在做國際品牌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把這個思維轉換成說 我們可以提供用戶它是什麼樣的價值 那也就是說如果就工業品牌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要強調的是所謂的成分品牌 這個所謂的成分品牌呢 就是指說要在這個產業鏈裡面 我們在這個產業鏈裡面 就在這個產業裡面我們的重要性 就像貴萌現在在說的 我們的鏈條是佔全世界多少 那可是我們現在在這個鏈條在這個自行車裡面 它的重要性是怎麼樣 如果你鏈條不好 一拖鏈的話 你自行車是完全不能走的 不管是說在騎或者在比賽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能動 所以它的鏈條就像它的心臟 講到這個心臟 我想最近有一個還蠻耳熟 就是蠻振奮人心的 振奮台灣產業界的 我們過去一直在像我們在執行 這個品牌台灣計畫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希望我們的這個工業產品 我們一直鼓勵這個 因為有很多企業來申請輔導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企業 因為他們會說我們的產品 大家都看不到 因為不是消費性產品 是工業產品 而且是零組件 那我們怎麼去做行銷 我做廣告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個廣告對消費者來講 是沒有觸碰他們的心的 因為他覺得沒有感覺的 所以我們就用Intel Inside 這個例子跟我們的企業界分享 我們就鼓勵企業界說 未來你的零組件 如果能夠做到Intel Inside的 就像PC一樣 它這麼重要 你的PC裡面 如果貼一個標籤 Intel Inside的話 它的PC的價值 會比跟沒有貼這個價值是不一樣的 那最近我們看到一個 還蠻振奮人心的一個訊息 就是大家知道說上個月有一個手機 全世界手機市佔率第一的品牌 雖然那個品牌不是我們台灣的 可是上個月發生的 也有經過測試 就是手機裡面最重要的零組件是什麼 是晶片 那個晶片有兩家世界最大的供應廠 供應給這個手機業者 然後經過他們測試 我們的TSMC 就是我們的台積電的手機 它的持久率 還有它的耗電量 是遠遠比另外一個晶片的大廠 來的優的多 那所以接著就會有 網路上面就有很多發酵 就是說那我買手機 我怎麼知道它是TSMC 還是它是另外一個牌子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說我要買這個手機 可是我要指定是要TSMC的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Intel Insight的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那講到這個品牌的發展 還有講到製造業或者工業的這部分 沒錯 剛才主持人提到製造業服務化 那所謂製造業服務化基本上就是我們希望把這個服務的品質能夠帶進來 還有就是這個產業的趨勢 我們在想到產業趨勢 這個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我們的品牌建架公司 在上個月的時候有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當我們要做一個國際的品牌的時候 你要抓到國際的趨勢 那這個國際趨勢它可以歸納為幾個 叫做大智宜雲物四歐 大就是大數據 智就是智慧城市 移就是移動市 雲就是雲端產業 物就是物聯網 市的就是工業4.0 歐的就是offline online的這個趨勢 任何一個產業任何一個企業 你一定要看著這個 在這個大環境變化非常快的情況之下 你要抓到這個趨勢 那從這幾個這六個趨勢 這個現在正在發生的這個趨勢裡面 你去找這個圍觀的趨勢 還有一些小的這個產業 那當如果你的產業 你的企業 你的品牌是在這個大趨勢上面的話 你的品牌價值如果沒有成長 就是你什麼事情做錯了 所以你要抓著這個趨勢去往這方面去做 那剛才前一場還有這一場也有提到 企業結盟的這個 好像在前面美食達人有提到 那我們在工業品牌也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的工業品牌 因為它基本上是被藏在裡面看不到的 所以有兩個其實是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CSR 你盡量去凸顯我們企業的CSR 你跟這個我們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企業都已經有在座了 那就像我們前去年非常非常夯的一個電影 叫做看見台灣 那看見台灣呢 它拍的那個它只是紀錄片 過去紀錄片都沒有那麼有名 可是看見台灣呢 每個人進去看 然後出來眼睛都是紅的 然後我進去看的時候 除了很感動之外 我還看到最後的字幕 最後的字幕就是好幾個企業 尤其這些很多都是工業的品牌做贊助的 我看到的是研華 還有好像台積電等等之類的 那那個片子呢 大家會有感覺就說 哇這個企業 它對於我們整個的社會的公益形象 它是有所貢獻的 那另外就是partner 所謂的partner就是我們在這個企業 在做品牌的過程當中 你在現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一定要去跟企業做不同的異業的結盟 那有一些異業的結盟 你其實是可以 蹦出很多的火花出來 可以讓你的品牌加分的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針對製造業品牌 在做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的一些心得 以上 好 謝謝周處長 好 我們第一輪先請了幾位來賓 分別談了一下他們的產業品牌的故事 然後周處長還有我們的藍總監 則從他們的專業也提供了一些建議跟分析 好 我們現在再回來 還是要請教這三位貴賓 剛才各位在談的時候都 我覺得每一位都覺得還沒有意猶未盡 所以說待會都說待會我這個再講 待會再這個講 現在就請各位 待會時間到了 就請各位可以來談一下 一方面也可以聽了別人的談話以後 可以做一點回應 一方面來繼續談 你們的品牌的故事往下發展 那麼包括製造服務化 數位這個領域 包括大數據 互聯網這些東西 對你們來說 會是你們在未來發展品牌 繼續要往前走 在消費者中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品牌形象的時候 你們會去運用的嗎 那你們會怎麼運用呢 我還是一樣 先請貴賓的吳副總 謝謝主持人 我們這幾年也發現事實上在全球的自行車業界 在銷售通路應該是銷售通路的方式有一些改變 傳統的話大部分的消費者他們需要車子的時候 或需要零件的時候 他們會到實體店面 就是所謂的一般的腳踏車店 去做整車 就是腳踏車的採購 或是說一些車子所需要的零件 衣服 鞋子 是現在事實上消費者的行為已經改變了 尤其是我想最年輕的族群 應該是從teenager開始 我發現我可以接觸到的一些 只要是teenager 他們很多的生活必需品 他們已經透過網路上去銷售 然後還有除了這之外 他們的需求從網路去做採購 我剛剛說錯了 就是從網路去做採購之外 他們也透過他的好友族群 相約什麼時候去做腳踏車的騎乘 然後哪些路線很好騎 相約騎乘產品好跟不好的分享 所以因此我們公司在經營通路這一塊 也跟著必須與時俱進 我們從傳統的必須要去接觸到電家 電家就是自行車的電家 我們也必須要順應時事 去接觸到虛擬通路 還有網路銷售 像Amazon 還有甚至有一些網路淘寶這個也是 然後跟他們去做一些比較正面的合作 因為曾經有一些網路銷售尤其在中國市場 帶給我們很困擾的地方就是水貨 然後水貨最大的殺傷力在於 市場價格穩定度的破壞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抗拒的 然後也走一些法律途徑想要去阻止 後來發現不行 因為現代的消費者 他們確實期望不出門就可以採購得到 購買到他們所需要的產品 那因此我們也重新去整合了 我們在網路銷售、網路經營這一塊的一個思維跟系統 那我們除了產品的一些特點、品牌 還有包含一些自行車活動的一些廣告 還有包含一些活動之後的一些後續追蹤 還有包含像奧運的一些在世界上蠻好的一個成績 然後環化賽 我們透過這些網路去跟我們的消費族群去做一個溝通 還是一樣 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他們看得見我 我們的品牌 那同時也把我們就是如何正確使用產品 如何保養它 然後舉凡保養使用 怎麼去切鏈條 然後還有怎麼樣去維修 透過網路去讓消費者知道 因為所有的運動 我想安全永遠是第一的 所以因此教育消費者 我們也拍了影片 然後不管是實體通路 或是一些網路的一些管道 像YouTube各方面 我們也傳送我們的產品訊息 然後安全的使用一個須知 讓我們的消費者知道 我想這個是結合現代消費者 他們所習慣的一個方式 這是必須做的 那剛剛還有一點點就是有提到就是說 怎麼樣在產品裡面加溫度 我想要以傑安特一個例子跟各位分享 傑安特從傳統 其實上我們KMC的品牌 在市場上的定位 還有我們對我們公司企業的願景 跟傑安特是非常類似的 我們都是要做世界第一 不只是第一 我們要做唯一 那因此在各方面 我們必須要下足非常大的努力 那傑安特他的產品從傳統的 像譬如說通勤車一直到登山車 然後公路車 然後在這幾年他們推出了 針對女性消費市場 推出了LEAF 然後LEAF的所有產品都是KMC的產品 那LEAF這塊很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傑安特會推出LEAF 然後我舉傑安特的例子 來也就是呼應為什麼我們KMC 在品牌方面要這樣子經營 LEAF為什麼會有LEAF 傑安特會推出LEAF是因為他們發現 全球的自行車騎乘者 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是10比1 非常低 10比1 但是女性騎乘 女性大部分都不想要自己去騎乘車子 她喜歡邀朋友知己 喜歡邀男朋友 邀先生 邀小孩 所以因此如果把女性消費者 顧好一個女性消費者 可以至少帶來3到5位的潛在消費者 那因為這樣子傑安特才針對女性市場 推出了女性會 就是女性其實比較視覺 所以在美學方面 然後結合公信能做基本 那成功的在全球推出了女性專用車 那我們KMC也因為 全球的女性專用車的一個需求的成長 我們在我們產品也推出來很多 粉紅色鏈條啊 然後結合節慶 剛剛藍總監所說的 譬如說巴西足球賽 我們也推出來巴西國旗鏈 然後針對日本櫻花季 我們也推出日本櫻花鏈 鏈鏈琴聲聲這種 結合一些節慶 增加了 在工業產品上面 增加了感動跟溫度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 我想很過癮 非常過癮的聽這些故事跟報告 我想這都可以發現到 真的非常精準的去貼近到 消費者的世界 好 接下來是不是東台經濟的沿路發言人 繼續說故事 好 那就讓我繼續接著我的繼續了 好 那其實我要先謝謝那個處長 還有那個主持人 剛剛給我幾個靈感喔 因為我接下來想分享的事情 其實會接續他們兩個剛剛提到的 一個是處長有提到的一個 現在製造業都在走服務化 其實東台有做了一些事情去連結這個球衛的趨勢 然後這些事情如何變成真的行動 然後反映到營收 這個才是一個整個做品牌的最終的結論 還是想要營收 另外一個想分享的就是剛剛有提到跳動 用女生來做一些這個 那這個的確我們其實之前也有在一些場合上有做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我待會一起分享喔 那先回到那個製造業服務化喔 因為其實我們賣設備的喔 其實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說 機台的漂亮度就夠了 其實對我的買家來說 售服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一個機器可以用20年30年 你可以從爸爸用到兒子 所以他們在決定要買哪一個設備的時候 他們覺得服務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決定點 不會只是看價格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大概是兩三年前吧 就開始在講這個製造業服務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開始在醞釀這樣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們在兩年前 2013的時候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做T-Tech 就是東台技術應用中心 在這個中心裡呢 我們就提供了一個 算是一個平台一個空間 然後讓我的客戶可以來我們這邊 學習怎麼操作機器 或者是直接他們可以拿他們的樣品 來做所謂的試加工 這些就是叫做服務的一個具體的行動 因為老實說服務它是一個很無形的東西 我如何讓它變成具體的行動 我需要一些真正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T-Tech在2013開幕之後 其實它就在我陸科的本場啦 那開幕之後呢 效果真的很好 之後我們就 這陸續兩三年我就在中國 然後到瑞士 那接下來的一年兩年 我會在泰國東南亞這邊 陸續把這個T-Tech建起來 這個有一點就算所謂的體驗行銷 因為剛剛貴萌的提到 那個提到說 開始虛擬化了 但是其實我們設備業 客戶反而是 開始希望能到實體去感受機台 去感受這個設備 那於是我們只能跟著這個潮流走 然後可能 當然為了這個要投資更多的成本 但這是必須要走的 那所以製造業服務化 其實我們就用了這個T-Tech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繼續做延伸 那的確也因為我們在這個場合上 辦了很多活動 所以吸引了很多新的客戶 那就連結到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要打破一個僵局 就是我們的新客戶找不到來源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那剛剛提到那個跳動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有在想 其實很多人都說 你們這些工業製造業 一定要打品牌到終端消費者 那其實我們後來就想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打的 其實不能說是要打到終端消費者 其實只要是有可能是我 potential的未來的客戶 他可能都是我的target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 在兩三年前也轉個思維 其實我現在的目標是學校 因為這些很多學校 這些尤其是機械業的 或者是一些機械系的 或者是電機系的 他們其實都是我可能未來的user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學校 有很多產學合作 當然我們沒有這麼是利益導向 我們也是很希望回饋社會 要做一些產學合作 降低學用那個產業跟學校的落差 不過在做這些產學合作的效果中 我們就每年都有四五十個實習生來 然後我們基本上 我們也會捐獻一些機器給學校 所以變成這些小朋友 18歲到20歲 他就開始有看到東台的機器 那他畢業之後 他可能就是會去某一個工廠裡 當先從作業遠開 他可能以後變成廠長 甚至以後變成有權力買機器的 這個重要的關鍵人物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東台這個品牌 就讓他們一直有印象有印象 因為我舉個 我跟你們分享一個數字喔 在工具機來說 因為剛剛都提到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大 我們是世界第一大 那其實工具機很有趣 是我們一個很客觀的第三認證的單位 他是排名排到前100名 前100名的意思就是呢 其實這100個公司在這個工具機產業 他都有他的一個價值在 那東台我們母體 其實雖然是在台灣是第一 但是其實我們在整個世界是賺40 所以在這個產業 我們要打的品牌 不是說打大 其實是要打他精緻 打他如何做加值的事情 那也就延伸到其實後續 整個我們東台也好 或是整個設備業 或是整個台灣的產業來看 我們其實現在也都想推動 大家要講加強的觀念 不再講CP值了 因為Price 我們永遠贏不過中國 贏不過印度的 那我們現在包含我們董事長 在整個集團內都會叫大家看CV 就是Value 這個如何做一些加值 讓你的價值保持一樣 但是你是做一些無形的服務 讓客戶覺得 啊 選你就對了 找你我很安心 這樣子其實反而是我們這種製造業 比較需要打的品牌形象 跟一個手法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記得我以前讀過一篇文章 它講西方的女權主義開始興起的時候 都不是到19世紀20世紀這樣吶喊 其實它有很多的是跟工具的變化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講說 當西方的女生開始想要騎馬的時候 他們就其實已經知道了 女生跟男生的價值觀是很不一樣的 其實這是呼應剛才前面幾位貴賓的 我才想到這個例子 因為他說當女生要騎馬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問題就發現 他們在16、17世紀的時候那個大鋒群 是沒辦法騎馬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發了褲子 就是馬褲 可是當女生有了馬褲以後 馬上的就出現 剛才其實來賓也 吳副總也講到類似的 就是他們就發現到 這個女生就會不要男生載她了 她要自己騎馬 當她會自己騎馬以後 她就會騎過那個村莊 到下一個村莊 到下一個城鎮 到下一個城鎮去了以後 其實就意味著女生的行動力 很像我們的摩托車和汽車的廣告 對不對 那是在300年前 就是她的行動力就開始出現變化 她開始就會回頭來 覺得在她那個村落裡面 那個老公那個男朋友 是很菜的很囤土的 這就是我說的 其實是你曉得 就是說你如果用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很多的東西都可能出現差異化 因為價值觀的改變就出現差異化 所以很簡單 那個發電的 那個器材 那個風扇 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現在繼續來請 余世偉余副總 來表達一下 他對這個一系列問題的看法 來 大家好 那我想第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要把那個品牌做出去 我還想掉的就是 東西要賣的出去 人家會認同 那我們現在遭遇的一個問題就是 通路的問題 因為如果要走出去 不管是剛剛處長提的 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差異 語言的隔閡 再加上資金的那個限制 資源的限制 種種呢 都是很多很多困難 所以呢 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現在的體質之下呢 能夠外銷三十幾國家 最主要的功勞呢 是在代理商 是透過代理系統 但是早期的代理系統呢 都是那個類似 人家展覽會出來 人家肯賣你的產品呢 就趕快請他賣 沒有一些基本的篩選啊 或者評鑑啊 甚至整合的一些 合作的一些模式 所以我們現在呢 軍火舞蹈呢 我們就是把這一塊呢 要積極的把它建起來 那很明顯的 我們在東南亞呢 也看到了 在今年跟今年開始 去年開始 也看到一些成果 這是第一個 我們改變的做法 第一個 透過代理商的 評鑑制度 跟篩選機制 建立這個的機制出來 讓找到一個 可能大家在這個logo之下呢 可能一起打拚的好夥伴 他也有能力 第二個部分就是 為了要所謂的整合 要知道呢 所有人出去呢 口徑一致 我們賣的是什麼 或者我們想推廣的是什麼 所以呢 我們把價值傳遞的這個工作呢 認為在這現階段呢 是我們必須要清楚做的 所以呢 我們內部呢 有做了一些技術報告 跟銷售聖經做這些的部分 那另外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跟那個 兩位也差不多有類似的想法 我們的東西呢 不管是用在風力葉片 或是用在火力發電廠裡面的煙囪 它重要一個地點就是 信賴感要夠 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煙囪 因為材料的那個失敗 導致整個污染防治 甚至呢整個倒塌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事件 我相信全 如果在台灣全台灣台電 有出現這個事情呢 一定是頭條的 一定是頭條的 所以呢 我們以盡了一個方式 我們建立了一個 可以完全信賴的測試平台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建立了一個標準測試實驗室 不管是我們從這個實驗室出去的data 不管是客戶呢 可以經由透過這樣的模式 委託我們測試來做這種客戶的服務 來證明他的材料 甚至我們的材料呢 是符合信賴度的 來服務客戶也進階證明 直接證明我們有這個能力 這是就客戶服務化的部分呢 做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另外目前我們從B2B呢 開始觸角呢 到達了那個使用者 我們往往以前的部分呢 就是直接呢 面對的就是我們的施工廠商 我們的統潮 我們的那個葉片製造商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跨足到往更上游走 要走去什麼 往設計公司 往消費者 往業主 去推展我們的東西 來用一個類似 不是用一個統一的價值傳遞的方式呢 走到他們的心目中去 那也回應顏路言小姐的說 我們也開始 應該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就是從學校做起 因為從學校呢 我們從學校呢 從設計 從那個獎學軍 開始 來把自己的公司的形象的打進去 我們選學校呢 是有策略的 比如說我們行業裡面 哪些學校的系 哪些學校的人才 都進入到這個行業 而且有關鍵的主導後面會有關鍵的人 包括那學長學弟都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專注在這幾個部分的學校經營 好 以上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謝謝余世文 余副總 余副總 不過余副總剛剛講的那個學校 看了我一眼 所以一定沒有我們政治系 對不對 好 這開玩笑的 好 剛才聽過的這個第二輪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 一樣的 我們跟前一場的模式很像 我想我們 是不是請一下這個藍總監 從你的專業角度 這樣子快速的聽他們 這樣來談他們的故事以後 你覺得從你的角度 可以給他們 什麼樣子的一些建議跟方向 好 謝謝 我想呼應周處長提到的 大質疑 4.0 所以其實我們是製造業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想辦法 跟網路做連結 那剛剛也提到可能製造業的董事長 高階主管會覺得說 幹嘛打廣告 不需要 但其實我反而覺得更適合打廣告 為什麼 因為你的廣告的受眾是非常精準的 譬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你可以打Google關鍵字廣告 只有針對在Google裡搜索 加工機這三個字的人才會看到廣告 你沒事不會搜索加工機 所以搜尋加工機應該就是你的潛在客戶 所以這就是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去針對特定的族群打廣告 而不是像以前的大眾媒體 是完全不分的對不對 我也同意不需要打電視廣告 有點奇怪 不過就是或者有一些更新的平台 比如說LinkedIn 它是一個完全B2B的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找到你的潛在客戶的公司 負責人或是行銷或採購總監 可以直接對他們做一堆的溝通 那推特也是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剛提到很多的展覽會 比如說Computex 比如說加工機展覽 他們都會在相關的同業人士 會在Twitter上面 在LinkedIn上面搜索相關的訊息 但是當你 當他們一搜索 就可以搜尋到你的公司的相關產品的訊息的時候 你可以大幅增加你的 不管是展覽攤位 還是你的產品官網的曝光度 對 那剛 那譬如說你是做假設知識舉例 譬如做鏈條 你很難去做互聯網 但其實剛剛也提到過 像是運動品牌 它可以去跟一些APP做合作 譬如說你是一個腳踏車鏈條 那你可以跟健身騎腳踏車的 可能 我們都不知道 騎腳踏車多久要上游 要換鏈條 我們大概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可以跟APP結合 我跟你合作 那你來告訴消費者 當他騎了兩萬公里的時候 其實他要加油了 給他看一個影片 說你看點了以後 跳轉到影片 這邊加油 這邊加油 這邊剪鏈條等等的 就可以讓消費者更容易理解 透過跟第三方的可能是APP 不管是投資或合作 可以讓他們幫助你 告訴你要的消費者 應該怎麼樣更好的去使用你的產品 那剛剛也提到說 女性市場在腳踏車方面是非常少 那其實更適合做社交媒體的溝通 社交媒體的男女比通常都是1比1 有些新的媒體女生還更多 所以其實在這些社交媒體上面 跟你的女性的受眾 他們可以邀請請 還有一起做一些事情的傳播性更好 所以其實更適合在社交媒體做很多的宣傳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馬拉松 自行車 大家看得到嗎 會有很多什麼路跑正妹 什麼健身什麼正妹很多 那其實這是很好的行銷 網路行銷的方法 你可以找到她是誰了 你可以找她贊助 下次她路跑的時候 下次她騎腳踏車的時候 前面就貼KMC 應該花錢不多 然後女生來了 男生也跟著來了 所以說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 用網路病毒式行銷的方法 那像加工機 當然我相信東台技術應該也都有做到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的加值是用IoT 讓你的加工機都聯網 我們知道其實這樣一些高單價的機台 它可能第一個它的SUNCOAST 它要付好幾百萬上千萬的金額 但是其實後續的維修成本 20年都可以做很好的維修 但你應該去讓我們的機器在那邊聯網 我們來觀察客戶的加動率 看它的零件的運轉狀況 我們可以主動告訴客戶說 我發現你的這個齒輪這邊的零件 可能該換了 而且你不需要等待我備料的時間 我幫你準備好了 我明天就可以幫你換新的提高你的運轉效率 這些都是一些傳統的機器 可以透過網路 能夠為客戶體更好的服務 然後來做更好的價值 好 我們到這裡 我們差不多 我剛剛有算了一下時間 我們大概到5點20分左右 就是這場時間大概差不多結束的時間 所以我主持人 我覺得各位來賓都配合得很好 我們抓得差不多 所以現在是不是就請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位角色 就是經濟部公益局的代表 也是台灣經濟研究院 然後這個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第二期的發展計畫 一個計畫的協同主持人的周處長 請他來幫我們回應 然後也做一個結論 作為我們今天兩場座談 一個非常完美的結束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藍總監 還有我們語談人 也非常感謝各位今天在這邊做了一個下午 我想品牌是對企業來講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剛才講 企業的品牌企業的願景 是可以反映出來說我們的產品對外的形象 政府因為知道說我們所謂的21世紀的企業的競爭 唯有發展品牌 所以政府有提出這個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那我們在雖然是2006年開始有品牌台灣發展計畫第一期 那個時候是國貿急於主政 那個時候基本上的成果也很好 讓國內的企業都知道品牌的重要 可是接到2013年起 接到工業局開始來執行之後 工業局希望是說以客戶 也就是我們品牌企業的角度 我們是客製化的來協助企業在發展品牌 因為每一個品牌每一個企業 即使我們剛才 我們雖然今天分了消費性的品牌跟工業性品牌 即使是這樣子消費性品牌每一個品牌它的發展的問題 還有它發展的趨勢也都是不一樣 沒有一個品牌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們剛說的品牌的個性 你要展出你的品牌的個性你的溫度 沒有兩個人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兩個品牌是一模一樣的 即使是雙胞胎他們長得也是不一樣 所以品牌企業雖然我們今天很非常謝謝 我們總共有六個企業品牌跟我們分享 我們也這個推特也跟我們分享 這個網路行銷在這個時事上 應該說是現在它的一個趨勢的行銷方法 即使是說他們跟大家分享 可是各位企業回去做自己品牌的時候 我們做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品牌 那真的就是每一個品牌 每個企業碰到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也很高興工業局提供這個機會 讓企業界能夠藉著我們有很多的 國內跟國際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協助輔導 那我們在這三年來看到 將近110個輔導案子 每個案子的這個雖然我說有六個 這個是我們歸納的問題 可是每個管理顧問公司 我們每個品牌顧問公司 給企業的輔導的內容 沒有長得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也希望也很高興這三年來的經驗 讓很多的企業能夠看到品牌發展的重要 那明年度的這個工業局的這個計劃 我們還是持續會進行 那我在這邊也要感謝我們今天 也有幾個管理顧問公司 品牌顧問公司的這個歷領 因為今天在座的六個品牌的分享 其實這裡面都有我們每個 我們的顧問公司的心血 投入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品牌的發展 是就像我們每一個人長得不一樣的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個性 我們自己的文化 把我們的個性文化能夠凸顯出來 那讓我們台灣的品牌 能夠在國際上面發光發熱 這是我們做這個計劃 我覺得最驕傲也希望能夠看到大家的成長 最重要的這個功能 謝謝大家 感謝 再一次的感謝周俠麗 周處長 所以明年的還會有中國發表嗎 對不對 還會來找我嗎 好 再次的感謝啊 請台下所有的朋友給他們熱烈的掌聲 今天最精采的我想毫無疑問 是兩場座談的所有的貴賓 因為他們本來工作就很忙 他們還波榮來參加 那麼今天在第二場的分別是貴盟的 吳信娟 吳副總 東台經濟的沿路發言人 尚偉的余世文 余副總 再次感謝他們 特別要謝謝艾勒 謝謝這個藍偉倫 非常感謝他精采的演講 同時呢兩場的座談都在我們的現場 非常感謝 好 再次的謝謝所有的貴賓 我們的活動到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謝謝大家 明天再見